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神创造天地万物 但是在讲这个《创世纪》的时候 好不好 我们现在读一段圣经 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七节 我们讲的那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守门得荣耀的 好 这个地方讲到万事以前就是创造以前 神早就把这个创造定义成一个旨意 就是得荣耀 我们要得荣耀 所以今天我们在查看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定准神在这创造里面 让我们得到什么荣耀 不是只有在讲那些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哦 好 第一个 神让我们看到在创造里面是分别 有什么分别呢 当然就分别了 动物有动物的位置 然后每个位置里面有天上有地上有海里里面各种不同的动物 圣灵里面有植物跟草原 还有定义怎样的分别呢 还有昼夜的分别 还有什么呢 还有星辰日月星宿的不一样 这叫定记号跟定节令 还有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什么呢 就是神所说的 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 哇 这个分别最重要了 因着这个分别我们就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管理 原来每个分别都有它不同管理的一个位置 第一天 第二天让我们看到空间的管理 从空虚混沌变成什么呢 有秩序 有天上 有地下 还有海 还有陆地 我们看到这个就变成秩序了 还有怎样的一个管理呢 变满全地 有各种植物 有各种动物 这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管理 还有一种就是节令 春夏秋冬 说是神所创造的水器 能运行永远生生不息 让我们看到 在这一切的管理之后 最重要就是神创造人 把神的心意放在人的身上 把人在神的道路里面 成为神最喜悦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人真的活出神的荣耀吗 我们就要开始思想 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神高兴 神欢喜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 那我们相信神欢喜 我们也会欢喜 所以神在这个段说 地上一切所有都是个人的 所有的植物 所以一切最美丽的 都是给我们当食物 那我们享受这一切 我们在神 在神面前 做怎样的一个感恩呢 六天创造吧 这一切都是美好 那第七天呢 第七天就是一个最棒的异曲 就是神是给大家安息了 第七天 明天就会读到了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来等候 并且来享受 这新的日子 就是神所创造的 这个美好好不好 我们来祷告 现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我们真的享受你的爱 也享受你的应许 这新的日子 神的喜悦 我们盼望 我们所走的道路 就是神的喜悦 我们盼望我们所管理的 就是在神的喜悦里面 成就万物都各得其所 我们所出现在 我们四周围的人 或事物 都是神在我们当中 所定准的旨意 我们今天每件事情 都讨神的喜悦 献上感恩 报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